这一集是翻腕 我要分享一个本次安吉之行不一样的经历 原本在安吉游第三集 我们江南游安吉系列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当天离开瀑布咖啡的时候 想着时间还早 下次恐怕也难得来了 想最后飞一下无人机 看看安吉晴空之下的样子 当天刚过中午 大概是十二点半的样子 我们顺着山路往上走 想找个高处 结果走到半山腰 就见到一个很大的水库拦住去路 我们不得已斩路掉头 把车停下 我们在水库边上停好车后 顿时一阵寒意袭来 天气其实也不冷 但却浑身感觉到 那种忧生忧生的恐惧 我操控无人机起飞 透过监视器 看见深绿色而又不见底的水库 但绿色而又略写发白 层层叠叠叠的大山的时候 竟然有种莫名的恐惧 后来我查了地图 我们拍到的正是天目山 不晓得是不是我们贸然的拜访 惊扰了天目山上的山林 那天回来路上 我的额头一直在冒冷汗 甚至念了临冰斗者 这阵列前行 这九次真言来辟邪 我把当天拍摄的影片 配上音乐 放给大家看 也希望 通晓其中奥秘的朋友 能够解释其中的原因 我不知道 是因为光线的错觉 是因为进了无人区 还是 因为这样的山事 给了我恐惧 或者 真的惊扰了 山中的森林 老的山这种感觉 我这么牛 还有更高的车 这有点怕的牛 预计7点难道 全程288公里 大约需要3小时19分 对击下午3点57分到达 共有六面 那个 给我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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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的阴的 哪里啊 你别别 赶紧赶紧回家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是晴天 但是呢 因为这边都是大山 然后我们在半山腰这边放了个无人机 然后看了 然后看着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山 竟然有那种莫名的突然之间的一种恐惧 感觉后背发凉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主要是没有人 这边都是没有人 就是可能就山沟沟里有一些人家啊 村庄啊什么 但是很多的都是一些大山 加上我们刚刚去的这个 就是它在一个算一线天 还是这个峡谷中的峡谷 还叫什么的 然后感觉 其实那边比较阴风的 如果说没有灯的话 没有阳光的话 就那个昨天 他们说像聊斋 恐怖片一样这种